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邵广招邵老师的海洋生态讲堂 今天继续欢迎邵广招邵老师 是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在前几次的节目当中 老师帮我们介绍了这个南北极的生态系 还有这个在南北极很可爱的动物 以及呢 这些动物其实他们面临一些威胁跟保育的问题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要请老师来帮我们介绍 其实是在我们台湾 大家都不太熟悉的一个海洋生态系 那就是海藻森林生态系 首先请老师帮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海藻林生态系 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生态系 那它跟其他的生态系有什么不同 又有什么样的特色呢 好 那海藻林大家都不太熟悉 是因为台湾本身四周是没有海藻林的 就是所谓大家常常吃的昆布 是属于一些大型的海藻 它在分类上面是属于这个褐藻 下面的这个海带木 那么它体型都比较大 因为长得很大 很高了以后 看起来真的好像森林那样 它其实它也是很有生产力的 它的多样性其实也是还蛮高的 那但是它的生长的温度 比较适合的温度应该是在6度到14度C之间 如果水温超过20度大概就不行了 大家都知道我们台湾都不管南部或者北部 其实到了夏天大概都会到29 30度了 所以它就不可能有 但是我们的金门马祖 马祖以北大概就有了 它们甚至还可以养殖这个海带 那么我在两个礼拜前到大连去开一个海洋牧场的国际会议 我还自己跑去渔港 看到它们在种植养殖这个海带 这个还蛮有趣的 当然你看不到它下面 但是你可以看到水面上的那些状况 那这个海藻林 它其实它海水还是要很干净的 它营养盐也要很多 所以它在沿岸的地方才会有 特别是因为它不能太深 因为它一定下面有故障器 它要长在坚硬的岩石上面 然后再往上长 所以你如果太深的话 它就下面那个刚开始发芽 它就没有光线也没办法 所以就变成说 它基本上都长在岸边 可是一反过来讲 它那个故障器必须要非常的 怎么讲 长得非常牢 因为在越浅的地方风浪 暴风雨 就会把它打断了或打坏了 所以它就是沿着这个 比较温带寒带的沿岸 大概沿礁岸 大概都有 那么所以一般的这个海藻林 大概深度大概都是在十几公尺 最深不会超过四十了 那么它当然有些人说 它可以长到上百公尺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它顶端的叶片 它其实是在海面上漂浮的 对不对 那你刚刚问到说 跟其他生态系有什么不一样 那我刚刚已经讲了 它要有干净的海水 营养盐要好 对不对 海水不能太温暖 对不对 那么还有一个比较重要不一样 就是说它其实改变 它其实是蛮快的 意思就是说 它不像是珊瑚礁一长长好多年 对不对 它如果说是这个暴风雨太大 它就把它冲坏了 每天冬天的时候 你知道在那些地方的风浪都还蛮大的 要不然就是说 它根本它只有一年的寿命 所以到了它这个枯萎的时候 是怎么都没有了 第二年再重新再长回来 对不对 所以这是跟其他不一样的 那当然还有一些可能更加不一样 就是它的生态系的组成 里面的一些成员 其实都不一样 它控制海藻林 不要太多的是海胆 海胆是它主要的劣食者 那海胆太多 那个海藻林就垮了 对不对 所以它这个 吃海胆的这些海榻 就很重要 变成一个关键的物种 如果海榻 这些保育类动物 如果少了的话 那这个海藻林 就会跟着遭殃 所以这些都是 跟一些其他的 我们所熟知的生态系 是不太一样的地方 那刚刚老师有说到 其实海带 它就算是一个大型的核藻 那像刚老师讲的 这个海藻林生态系 它通常都有哪一些种类 那它的形状 它的构造跟生活史 又是怎么样的呢 好 那全世界的赫藻 大概大家知道 藻林有分成赫藻 绿藻 红藻 其实绿藻跟红藻 我们比较容易在这个岸边 潮渐来看到 和赫藻当然也有 数量没那么多 通常都是在亚潮带比较多 那么海带林是属于赫藻 全世界赫藻大概有1500多种 这么多 对对对 它的颜色也不见得全部都 一定都是赫色 有时候可以 但是主要是赫色 可以从黄赫色到深赫色 那它的形状也非常多样化 有时候从丝状 或者长到100公尺那么大的 巨型的海带 无所不有 那么它 我刚讲它可能只有一年的寿命 对不对 那可能它也可以活到六年之久 可是它长得非常快 它一天就可以长超过30公分 那有些树上说 它一天可以长60公分 那么我们台湾看不到 但是各位如果有机会去海生馆 看它的世界水域馆 它有一个50公尺高的 这个海藻林的港子 就是从加州移过来的 所以各位有机会的话 就可以看到活的 海藻林是什么一个样子 它其实海带很有趣 它是跟植物一样会世代交替 所谓世代交替的意思就 有有性世代有无性世代 所谓的有性世代 就是有精子跟卵交配 受精卵再发育出来的是包子体 包子体才可以长得像一个森林那样 那其实是它的包子体 是无性世代 所以它就大概到每年到一二月的时候 它会再产生静止跟卵 所以它是有一个cycle的 一个循环 所以这个是这个海藻 基本上大概都有这样子的一个 这个生活史的这个类型 你刚刚讲到形状 我刚刚讲有四状 有时候它会变成团块状 有时候是分支状 有时候是扇形 那海带是叶形 就是像叶子一样 对不对 那么那是海带本身 其实是好像看起来像个植物 对不对 为什么它有根 它有茎 它有上面还有叶片 对不对 那个长在基部的那一团 好像一团管子 那个东西呢 他们有时候 说看起来像是一个花篮一样 篮子 那个其实叫做故障器 故障在岩石上 那么然后那个叶片 当然都大家知道 这是我们平常吃的昆布 那么还有趣的是在叶上面 有时候还有一些气囊 一个一个圆圆的 或者椭圆形的 那个叫做气囊 它其实里面是充满了空气的气泡 它这个主要的目的 就是让这些昆布的叶片 可以附在这个水面上 能够有更多的阳光 能够来照射 你看这个海带 平常你看到海边看的时候 它一定是在那边摇来摇去 因为它随着这个海流在摇 它为什么要长得那么柔顺呢 其实是有它的道理 因为在岸边地方浪很大 它如果很硬的话 很容易被吹断 对不对 所以它就会随着这个波浪在那边摇摆 所以这是它的一个适应的方法 这样它这个太强的海流 或者大的浪都不会让它整颗断掉 对不对 那当然这个大概就是 它的形状构造生活史吧 这是刚刚你问的几个问题 简单讲大概是这样 刚刚老师有讲到 像这种巨大的海带 或是海带森林 它是在我们台湾 其实是很少见的 其实可能根本就没有 那它到底分布在世界上的 哪些地方呢 是 这个它主要是在温带地区 那么 像各位如果没有机会 跑到温带的海边去走走 特别是岩礁岸 你大概就不太会注意到有它 但是如果有机会你到那些地方去 比如说哪里 我们从马祖一直沿着中国大陆 沿岸往北到韩国日本 甚至于到跨过库叶岛 一直到美国的 就是太平洋东岸 就是美洲加州这一带 一直下来 乃至于到南非的智力 我去多去那边看过 然后去开过会 甚至于南非 我们都可以看到海边 有时候会被会有一根一根 干掉的那个昆布 都是被海水打上来的 当然在岩石上 也可以看到一些活的 这个鹤藻退潮的时候有机 你就可以看到它 只是它种类很多了 有些没那么高 有些非常小颗 有些很大颗 那这个是还蛮有趣的 大家也许没有注意到 加州像洛杉矶跟圣地雅各 其实它的纬度跟台湾 其实是一样的 但是你看我们这边是珊瑚礁热带 但是在那边就变成没有珊瑚礁了 就只有昆布林了 这主要是因为那边的水温 比台湾平均都要低个五六度以上 就是因为这温度的差别 让台湾有珊瑚礁生态系 在美国加州是只有昆布林 它的昆布林这个还非常广 他们有算过 光光是美国加州一个地方的海岸 大概就有四万四千英亩的巨藻林 几乎都是它 所以它这个还蛮有趣的 这个是大家可能有机会 下次去这些地方的时候 可以特别去海边走走看看 是 老师请问一下 就是说在台湾 我们到底有没有那种大型的蚌藻 类可以看得到 台湾的蚌藻 其实最多的 大概就是看到像成林的 大概就是麻尾藻了 但这个麻尾藻 大家知道那个不能吃的 但是这个麻尾藻 你有时候到每年的一二月的时候 你到那个墾丁那边去 你就可以看到岸边有些地方 它是有麻尾藻 这些麻尾藻的数量 好像看起来也越来越少 那么它是季节性的 所以意思就是说 你到五六月以后 夏天来以前 它都没有了 死光了 但是每年冬天 最近有几年我记得 报纸上都会登 这个麻尾藻来危害 我们台湾北部的海岸 为什么 因为从韩国日本那边 吹过来的麻尾藻的 那个漂浮的被打断了 漂到台湾来还没有烂钓 它多到把渔港都塞住 让这个渔船都出不去 那时候报纸上会写 它是铜枣 金银铜铁的那个铜 事实上它都别名了 那种类当然很多了 那有时候会造成 这个渔船也没办法出海 有时候罗文星讲 会被它绞住 也麻烦了 所以这个反而变成是一个 这个大家很头痛的问题 所以当然台湾的 小型的鹤藻很多 但是大型可以变成像一个 森林的样子的 大概是 我看大概就是麻尾藻了 麻尾藻是比较属于温带地区 热带地区 亚热带也都会有的 是 那刚刚老师有说 其实在海藻森林 或者海带森林里面 其实还有一些 跟我们一般其他生态机 不一样的生物 那到底有哪一些海洋生物 是不是也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好 它其实也是有好几百种 甚至于上千种的无脊椎动物 鱼类 或者是其他的藻类 会生活在那个赫藻林 昆布林里面 他们就生活在这里 当然利用这个地方来吃饭 产卵 育幼 很多肉食动物 像鲨鱼 海洋 鲨鲨鲨 海豹 海狮 海狮 也会跑到这里来 找龙一吃 对不对 所以其实跟一般的生态系 都一样 就是都有什么生物 它也有它的 只是它的种类 跟我们其他的生态系 是几乎都完全不一样的 那我们像海豹 海狮 海狮 这些 七角类 你知道 我们台湾也不有 因为它也是温带 那么 海榻 这个是非常可爱的动物 这个很可惜台湾没有 因为它也是要靠这个 赫带 赫藻铃 就是这个昆布林 才能够生活在那里 还有一些海鸟 海鸥 燕鸥 这些鹿汁 这些海岸的鸟类 也会生活在那里 是 哇 这样说来 其实这个整个的生态系的 动物很多 可是那不同的动物 它是分布的地方 是不一样的吧 是这样 因为海带 因为它很高 对 所以它事实上从根部 一直到水面 其实都有一些 不同的生活 利用它不同的 这个三度空间的 气息的地方 它的海带的 故障器 它长在下面 所以是 很多的海葵 或者一些小型的 无鸡翠动物 它就会生活在那里 那在海带的 茎或者它的叶片上面 也长了很多的 其他的海藻 或者无鸡翠动物 它不是光溜溜溜 就都是那个很干净的 那么还有包括这个海螺 海参 甲克类 鱼类 等等 那鱼类里面的鱼类种类 我们都没看过 因为就是生活在海藻林的 那有它们的雀雕 我们台湾都很小的珊瑚礁 它那些都好大的雀雕 比如像这个橘红色的高换雀雕 非常的鲜艳 好明显 那么非常醒目 它的有一种龙头鱼 脑袋会龙起来的 那它专门吃海胆跟海踏一样 可以来控制这个海胆的数量 那它那边还有很多大的四国公 像这些都是经济型的鱼类 它们在当地也会把它拿来 当成这个渔业资源的利用 当然在这个海带林的表面 就是很多海鸟会停在上面 对不对 那海狮海豹呢 也会贴进来游泳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因为它们知道大白鲨 宁可跑到这个外面去猎食 也跑到这边来 它们觉得很麻烦 它有个植物会纠缠 它游着就没有那么顺了 那讲到海胆 海踏这个东西 可爱的动物呢 它也很有意思 你知道海踏 它会把这个海带的叶片 把它卷在身上 为什么要这样呢 因为它休息的时候 它就不会被海流冲走 它等于说 把自己固定在一个地方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海踏这个东西 现在也很遗憾 现在变成冰为物种 一只数量没有真的回来很多 是因为早期的时候 有些人他就会去 这个猎捕海踏 因为他的毛 其实是可以拿来用的 因为他的皮毛非常的密 他们算过他几个平方公分的皮毛 就可以超过一百万根 大概比我们人类的头发 都要来的细密 大概正是超过十倍以上 所以你可以知道他保暖 非常保暖嘛 所以那个时候被猎杀了很多 那后来呢 是因为大家保育 他不能去抓他的时候 他的食物 这个鱼少了 这是一个原因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 沙仁金 虎金 跑去猎捕海踏 本来虎金是吃鱼的 可是因为他的鱼少了以后 他就转而去攻击海踏 所以海踏一少了以后严重了 因为海踏一少以后 海胆就暴增 海胆一暴增 这个昆布林就垮了 所以就变成人类的这些活动 所以你看我们不去抓他 可是间接的会害到他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 在谈生态系管理 有时候不能够 要整个生态系 食物链的角度来看问题 才能够让这个生态系 维持他的健康 那所以我刚讲了很多 就是讲他这个 其实这个海藻林本身 还是有非常多的各种动物 甚至于是这个 其他的藻类都会从下到上 都会在海带这个森林里面去生活 那大概是这样子 可能我们周到海岸 没有这种大型的海带森林 不过我们的生活 其实一直都跟这些海藻都有关系 讲到这个大型海藻 它其实跟人类之间的关系 我们当然有这个使用 那其实它也影响到我们生态系 那一般老师您所知道 就是人啊 我们到底是怎么样去利用这些海藻 用哪一些方式呢 是 其实海藻的利用方式非常多 我每次到日本去旅游 特别在北海道东北那一带 你看他卖的那些 所以很多海产品都是海带 海藻 就是昆布做的 各种各样的食品 健康食品 或者调味料 或者是直接拿来吃 等等 那我想这个 当然他这个 在就拿吃的方面来讲好了 其实海带本身 它就是一个使用的水产物 对不对 那营养丰富 还有很多点 钙 对治疗这个甲状腺总大 其实非常有用的 我们海带酱可以拿来拌饭吃 也可以拿来炒菜 对不对 然后可以拿来做海带酱油 海带酱 还有这个 加工变得脆片 海带的 你知道那个 原本三类的 一片一片的 小朋友都很喜欢吃 就变得休闲食品 对不对 等等 所以都是 价钱也还蛮高的 那对我们人类来讲 它有很多医疗的功效 它可以治疗甲状腺 底下的问题 可以利尿 消肿 对不对 还可以 对三高 也很有 这个一些疗效 那也可以 减少一些 放射性的疾病 大家知道 吃这个海带的电 它可以加速排泄掉 这些 辐射物质 在体内 如果有的话 它也可以预寒 也可以抗癌 防癌 当然 讲的好像变成是药了 其实它是健康食品 而已 的确它是有很多的功能 当然除了这个之外 还带领在其他方面 有一些功能 比如说 它可以拿来 作为看看海洋环境 到底健不健康 因为它对水质 还蛮敏感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个我想 这个 它当然对海洋线的保护 可能也是有点功能 因为 台风大浪来 它第一个先把它挡一挡 对不对 那 所以它这个 你如果要把它算成 生态系服务功能跟价值 它每一年 大概都可以几十亿美元 那少跑不掉 它就是 还是蛮有价值的 只是它就是 不是在台湾这边的 它 要没有珊瑚礁 观光旅游价值 其实海带领 它们也讲 还是可以潜水旅游 一样的 这是你要穿的防汉衣 不一样 我们穿四式 它们要穿干式 或者你会忍得受不了 说到这个海带的 这个生态系 那其实像听老师讲 它的所谓的经济价值很高 可是它的生态价值 其实应该更高吧 是是是 生态系服务的功能 对啊 生态系服务的功能 它其实更高 那现在在我们 现在全世界面临的一些问题 像其他生态系 都遇到一些保育的问题 那这个海藻森林的 这个生态系也有吗 当然也一样 因为它还是跟我们前面讲的一样 就是过度补牢的问题 还有就是污染啊 水质污染 或者入侵种气候变化 这些都会对海藻森造成一些威胁 那么那要怎么样去 想办法去阻止或者挽救呢 其实还是化海洋保护区 还是最好的方法 我刚刚还有讲到一个忘记点 就是优氧化的问题 其实也需要解决 优氧化的影响 也是一样需要去解决 所以不管怎么样 海洋保护区其实还是最简单 最经济最有效的办法 那么那现在世界上都在化海洋保护区了 当然有一些地方是属于 海藻森的一些环境 你海藻森健康了以后 你的很多的鱼类啊 还有一些九孔鲍鱼啦 鲍鱼啦 他们的寒带是寒鱼比较大的体型 他们的产量就会比较多 那我想这个气候变现 当然是全世界都一样了 包括到这些温带海带地方也是一样 所以我们也 简单简单也是很重要 大概是这样 所以对这个海带海藻的森林的生态 其实它其实对于整个的海洋生态 其实都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 小广招少老师来跟大家来分享 谢谢老师 好谢谢主持人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 谢谢大家